大家好,我是可家妈妈 人们常说,一年之季在于春 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 从中医角度来说 春天也是人体容易春困 脾胃虚弱 身体湿气大的季节 雨水节气 过后湿气大涨 特别是南方 春季雨水特别多 回潮十分严重 外湿的环境容易增加人体类的湿气 湿血困皮 从而引发身体不适 像昏昏欲碎 身体沉重 肠胃不佳 四肢沉重 皮肤起疹 雀斑加重等等 这些都是湿气重的表现 中医认为湿气不除 后患无穷 因此春季要为身体 去除湿气很关键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道 去湿排毒茶 坚持每天喝一杯 全身都轻松 湿气没有了 人也变精神了 首先我们准备适量的玉米 玉米它是一种常见的杂粮 特别是夏天 很多人都喜欢用它 煲汤或者是煲水 玉米属于是杂粮 是药食两用的食材 在中医方面 常用来调理身体内的湿气 玉米具有逆尿作用 可以促进排尿 排出我们体内的水分 从而减轻身体内湿气的困扰 玉米中 在中医理论中 被视为是对脾胃有益的食材 能够帮助改善脾胃功能 加速湿气的代谢和化解 湿气常与肠胃功能有关 而玉米富含膳食纤维和淀粉 有助于调理肠胃功能 能够改善湿气 引起的肠胃不适 玉米它不仅是一种中药材 它还是一种非常有营养的食材 具有很好的清热 逆湿 美容养颜 消除体内湿气等功效 有益于减肥 降血脂 降血糖 还可以用于制作面膜 泡澡 精华液 等方面来护肤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适量的赤小豆 赤小豆是这种细长条的 而不是红小豆 红小豆是那种圆鼓鼓的 大家要分清楚 赤小豆含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 具有促进肠胃 蠕动和消化作用 赤小豆中含丰富的粗纤维物质 有助于降低血脂 降低血压 赤小豆含丰富的铁 它可以补气血 是一种很好的疗养品 特别适用于风水所制的水肿 沾满脚气肿痛等 湿毒所制的黄胆 风湿日壁 臃肿穿毒 长庸 腹痛等等 另外 赤小豆它有一定程度的去湿效果 赤小豆胃肝 酸 性微寒 硅心 可入药 具有很强的溺水消肿 健脾去湿 退缓 清热解毒 等等的作用 在中医中 适用于治疗水肿 脚气 黄胆 凝病 变血 肿穿毒 等等 平时我们可以用来包粥 或者是包摊 煮水喝 对于去湿效果 都是非常的明显的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薏米它是属于含粮的 我们要把赤小豆和薏米 先放入锅中 翻炒几分钟 把它们炒至微环 闻到香味就可以了 不需要酒炒 炒至赤小豆变色 这样它们的去湿功效会翻倍 而且还不会三级肠胃 特别是一些肠胃比较虚弱的人 一定要先炒一下 这样它的功效会更好 酒喝也不会三级我们的肠胃 我们如果出现身体湿气重的话 会出现口干 四肢无力 身体困倦 大便 连马桶 等等的现象 这个时候 我们都可以喝一些 炒过的薏米和赤小豆水 能够健脾 意气 去除我们体内的湿气 把薏米和赤小豆炒至微环 闻到豆香味 就把它倒入水中 稍微清洗一下表面的灰尘 就可以了 接着再来准备适量的菊花 菊花它是属于一种偏寒性的中药材 具有一定的疏散风热 贫于肝阳 清肝明目 以及清热解毒的功效 如果我们体内湿气重的话 也可以用菊花搭配枸杞来泡水喝 能够起到疏散体内的湿热作用 对于排出体内多余的水分 起到很强的作用 可以辅助达到去湿的效果 接下来再准备适量的橙皮 橙皮又称为橘皮 是柑橘类水果的果皮 经过晾晒干燥后制成的中药材 相信广东人都非常的熟悉它 在中医临床上 橙皮参与其他的药材配物 经常用橙皮来泡水喝的话 对我们的身体会有非常多的益处 第一 它可以改善我们的消化问题 因为橙皮中负含会发油 这种物质可以促进肠道蠕动 增强食欲 还能够帮助排除肠道内的气体 缓解脏气和不适的感觉 第二 它可以改善呼吸道问题 橙皮中含有橙皮肝 这些成分有很强的抗炎 止咳 平喘等作用 对于咳嗽 喉咙不适 哮喘等问题 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第三 可以改善心血管问题 橙皮中的环酮内物质 能够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 和肝油伤脂水平 还能够扩张血管 降低血压 对于高血压 高血脂等心血管问题 都有一定的治疗作用 特别是在春天 多用橙皮泡水喝 可以理气健脾 可以去除我们体内的湿气和湿毒 接下来再加入几颗枸杞 和菊花橙皮一起清洗干净 中医讲 湿邪不除 百病重生 湿气对人体的健康而言 是非常有影响的 如果我们体内堆积的湿气过多的话 就容易影响身体各项器官的正常运转 所以我们在春天要多喝一些去湿排毒的茶饮 清洗干净后控水捞出 然后把准备好的食材 全部倒入养生壶中 再加入大约800毫升的清水 用花茶键煮上20分钟以上 制作视频不易 亲爱的朋友们 一个小红星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但对我来说可以让我高兴一整天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 就麻烦您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星吧 辛苦大家了 煮20分钟之后 我们先把电源关掉 然后让它焖上10分钟左右 再倒入杯子里 如果喜欢喝甜的 可以加入适量的冰糖 当时血糖高的朋友就不建议了 这道茶不管是春天和夏天 都特别适合去饮用 我们可以每天早上喝上一杯 可以去除我们体内的湿气与毒素 还能够起到健脾养胃的作用 经常喝的话 可以使我们的山高平稳 可以预防各种病毒 清洗我们的身体 特别是对于一些中老年人来说 每天喝的话 腿脚灵活 精神好 喜欢的朋友 不妨收藏起来试试哟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